好 帶來關心政治最新消息 民眾黨的主席柯文哲 今天早上是出席內科的捐血儀式 不過在整個大選過後 柯文哲其實也開始著手 整個黨內的人事改組 包括是近期傳出 他的組織部的主任 新任的組織部主任 將要由桃園市的黨部主委 黃成俊來擔任 被認為說是不是桃園選的 比較好的地方呢 但是黃成俊本身也是爭議不斷 因為就被爆出 他當時跟這個黨內涉犯反滲透法的 馬志威有一起到中國去 疑似是有紅筒的背景 對此柯文哲有最新回應 馬上來聽 第一年喔 這個人事案要送中央委員會去討論嘛 至於說 他討論昨天都有出來解釋的嘛 所以一樣嘛 看他的解釋有沒有說服大家 目前他這個人事案是一定確定 會通過嗎 不會受到這些事情以上 通常是 通常這種臨時的爆料你知道喔 反正一樣嘛 我們要相信眾人的智慧 超越個人的智慧嘛 所以反正在中央委員會 他會拿出來討論嘛 是覺得桃園的主持盤 開的比較漂亮嗎 桃園是算是選的比較好的地區嘛 好可以聽到 柯文哲是說這個人事案 其實還沒有定案 那一切也都尊重黨內的討論 那對此呢 黃成俊他也是透過平面媒體回應說 當時之所以會去參加這個中國的活動 一方面是因為這個黨內的人都想要去 他擔心 所以才一起過去 那也強調都有跟黨中央來報備 至於人事的部分 他也說都尊重黨中央的決定 以上就是我們來想要掌握到的最新狀況